同样是大青铜币的上一四 为什么它们的价值竟然差了十倍 甚至八十倍呢 对比这两枚币 从龙面来看 两枚币都是光绪的平身龙 没有什么不同 再看一下两枚币正面的青字 左边的被称为上一四霞青面 是最基础版的十级币 右边的则是升级版的八级币 被称为广青面 再看一下另一枚 从龙图来说 两枚币的龙样明显不同 虽然同为户部的布班式龙 但是右边的这一枚非常稀少 由于英文字母在课写时 要比普通版的英文字母大 所以被称为上一四大英文版 是枚比较稀缺的六级币 另外 在上一次基础版的十级币里 还有一枚被称为突龙 它是相对于平身龙而言 因其龙面相对于平身龙 更加突出而得命 相对于普通版平身龙的铸造量更少 因此 它的价值要略高于普通版平身龙 你学会了吗